不過在台電視裡面 那麼房子都非常非常的貴 很多人都覺得 哇 這上億元的房子 我根本連看都不敢去看 但是告訴你 陳佩琪最近就去看了 1.2億的豪宅 他說豪宅是要買給兒子的 不過現在也被爆料說 當時有金主跟房仲陪同 去看房子的時候 被其他的屋主認出來了 你怎麼會是陳佩琪呢 這其他的屋主 看到陳佩琪在場 據說還滿生氣的 他可能對於陳佩琪 有一些些的意見 不過陳佩琪一直對外 告訴大家說 這個豪宅1.2億 那當然不一定會買 但是他會去看 是為了要幫兒子買房子 因為以後他總要結婚 但是他的兒子 真的付得起這樣的房貸嗎 我們算了一下 就算是選這個物件好了 他高達1.2億元 因為豪宅的條款 所以現代四成 如果最多只能帶到四成的話 光是頭期款必須要準備7000多萬 你不但要拿出現金 你每個月還要貪還20多萬元 一個30歲的年輕人 還沒有正式的工作 他要怎麼付呢 而且柯文哲的兒子 明明就已經持有 柯文哲的舊公寓 那已經有房子了 為什麼陳佩琪還要再送豪宅 現在難免備受質疑 昨天客廳空間超大 高級裝潢不只三房還有書房 甚至兩位還配給你專屬浴缸 往前走這廚房寬敞 配備齊全 重點是 一棟兩戶一幣新高 登記頻率達88.83平 不過金額高達1.2億元 外傳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 近期才來看房 要符合1.2億 在立院附近 外傳最符合的物件 就在立院研究大樓旁的 這棟豪宅 據傳連補教名師高國華 過去也尝試這裡的住戶 這個事情其實是我一個 建設公司的朋友跟我說的 那他們在社區裡面 看到佩琪去看他們的房子 就是柯文哲和金主 帶他去看房子 鄰近立院北車台大城的 陳佩琪新增的黃金地段 根據爆料指出 上個月陳佩琪帶著金主 在房仲及屋主陪同下一同看房 只不過這看屋卻看到 讓同棟屋主很不滿 買房子當然是個人自由 可是在諸多正義 沒有被理清狀況下 他們其實不希望 他們的居住品質被降低 然後居住安寧被打擾 求證房仲業者證實 近期的確有人計鑰匙 只不過是否為陳佩琪無法證實 但為何要帶著金主去看屋 難道柯文哲陳佩琪 夫妻黨負擔不起嗎 從柯文哲2024總總大選 財產申報來看 夫妻黨活期存款2464萬 基金95.4萬元 最不動產一戶是柯文哲 在2010年買入 目前居住在內 另一戶杭州南路二段 五層樓公寓 則是買賣登記在兒子名下 兒子已經有 但黃區舊公寓 柯P夫婦還想再送1.21豪宅 難免備受質疑 況且兒子目前人 也在日本公讀博士 名下公寓也還控制 如果沒有賣掉 籌換屋基 恐怕難以負擔 因為1.21豪宅 根據央行規定 最多只能帶四成 表示手上至少得準備 超過7000萬頭七款 以四成貸款來算5000萬左右 每月貪還超過20萬元 柯文哲的兒子 真的有這才力嗎 柯P捲入假帳風波 真相還沒大白 陳佩琪就先去看豪宅 種種行為不只沒有加分 更讓柯P民眾黨 形象扣分 東三十年江青康 周瑞 台北報導 好 去看房子這種事情 怎麼會被人家爆出來呢 顯然可能陳佩琪 有一點太高調了 就是因為她由金主陪同 而且房仲陪同又被屋主認出來 這件事情才會傳了出來 否則她要看多少錢的豪宅 誰知道呢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 也許陳佩琪的作風 就是因為如此 她會有很多的事情 不斷的上新聞版面 像是兒子要開小草咖啡廳 這是表面上的名義 也是陳佩琪 她自己爆料出來的 結果爆料出來之後 也因此被發現 她可能違反了公務員的規範 所以明天台北市聯誼 還要約談陳佩琪本人 這個案子會不會牽扯到兒子 還不得而知 不過陳佩琪顯然沒在怕的 她還告訴大家說 既然民眾黨都可以天天開記者會 那為什麼她不行呢 兒子都30歲了 她就是想要幫她結婚 有在到處晃晃看房子是沒錯 世上只有媽媽好 陳佩琪果然就是最佳典範 說兒子30了又在幫她看房了 但Peggy忘了嗎 2010年杭州南路二段的舊家 柯文哲早就過戶賣給兒子柯柏堯 總統大選期間還被炮轟說 談貧富世襲很諷刺 那現在是一間不夠 還要看第二間嗎 因為零冠年爆料 說陳佩琪在立法院附近看房 房價高達1.2億 那過去先生的哭窮是在哭什麼 台北市就是那麼一區 而且房價都很貴 我不曉得房子多少 反正我就是到處東看看西看看 就是希望兒子結婚 能夠有自己的一個住家這樣子 高房價的錢從哪來 大家都很問號 但陳佩琪是真的很把兒子放心上 包括小草咖啡廳風波 涉嫌用兒子當人頭 違反公務員規範 將在21號接受聯誼月潭 我要拿到那個聯誼拿到的 那個檢舉人的檢舉信函之後 那我會請聯誼說 那你去到台北市的商業 商業處還是商業司 去看看去查這家公司的 裡面的股東董監事 還有負責人或職員的一個結構 被檢舉還理直氣壯 陳佩琪是想反咬檢舉人嗎 不過他的態度面對各界質疑 倒是沒在怕啦 可以啊 歡迎每天都來 沒有下雨的時候 歡迎每天都來 我每天在前面 開個小型的記者會 一天一場記者會 那首場就來聊聊輕鬆的 這張慶身照 真的是只穿內褲的柯文哲拍的嗎 那個是我老公幫忙拍的 對 他當然是有穿衣服 可是在家裡 他如果老公沒有穿衣服 這個也不違法吧 想來柯文哲的爭議 有假帳案 有金華誠 或許還會有陳佩琪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本 不管是什麼樣的職業 都應該要做好騎馬的工作安全 否則就會造成這麼恐怖的意外 這地點是在彰化 彰兵鹿港海龍離岸封墊的機房 上午有二氧化碳的鋼瓶 氣體體外泄 結果造成了17個人送醫 其中三個人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現在還是昏迷 原來廠房裡面 總共有262支鋼瓶 就是在安裝滅火設備的時候 有人碰到了開關 結果56支鋼瓶 瞬間這二氧化碳外泄 也沒有做好防護 所以施工單位要被重罰30萬 同時勒令停工 這是什麼 這上面很洗油漱 廠房出路口白色煙霧不斷冒出 員工倉皇逃命 混亂中有人摔倒 還有人昏倒在地 一旁同伴趕緊將他拉起 但他已經全身貪軟 其他人也不停作偶想吐 救護車緊急到場 陸續將10多人送醫急救 其中有三人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經過搶救才恢復生命跡象 搶救了大概6分鐘 終於獲得他的心跳跟呼吸 膝蓋都二氧化碳之後 我們背部會沒有氧氣 所以他人會缺氧 嚴重的就會造成呼吸心跳停止 上午10點左右海龍離岸風電彰化陸港廠 陸域降壓戰陣準備安裝消防滅火設備 廠房內有262支二氧化碳鋼瓶 疑似有人誤觸鋼開關 56支鋼瓶遭撞擊彈開 大量二氧化碳瞬間外洩 弥漫整個廠房 造成17人送醫 其中三人命危 負責施工的東源電機釋放後發出聲明 當下將人緊急送醫 也撤離其他人員 治安署派員前往調查 發現現場沒有做好防護設施 違反治安法開罰30萬 勒令停工 他一撞擊就離開了 那到底是不是有連署的設計 這部分有沒有交換 沒有去有預防外洩的這些設施 那也沒有去做標示 禁止勞工去誤觸 那相關違反治安法的部分 我們就會做30萬的採訪 那另外對現場做提供署分 物理老師表示 二氧化碳濃度超過5000ppm 就會造成呼吸困難 流性耐性和減性員工 急救後恢復呼吸心跳 但還在昏迷中 到底怎麼會誤觸開關 治安署還要調查釐清 登山新聞陳永毅 林天靜張藝雲 李宗憲在彰化採訪報導 如果是因為沒有做好職業 安全的防護 結果造成了員工受傷 那不是公司應該要負起 最大的責任嗎 但是這位司機說 公司對他簡直不聞不聞 之前我們報導過 在台中有一台浴瓣混凝土車 它是修補路面的坑洞 結果一倒車 路面塌的更大了 所以這一台大車 也掉到更大的坑洞裡面 不過這個駕駛 它是自己爬出來的 緊急逃生 好不容易救回了一條命 但是他有非常嚴重的後遺症 現在還在持續的治療復健當中 不過司機講說 他傷得這麼嚴重 但是浴瓣混凝土車公司 對他不聞不問 就想要申請勞保 也沒有什麼進度 一問三不知 而被指控的公司出面反駁說 他們沒有不聞不問 但是公司說 那麼司機就講說 的確 他的確是有慰問 就是一盒水果禮盒 還有六千塊的紅包 一台日半混凝土車 倒車倒到一半 路面突然塌陷 變天坑 整台車載進去 駕駛下壞 趕快爬出車外求救 整個人頭被受傷 快要陷入昏迷 送以緊急搶救 整個人都昏陷了 司機邊窗戶 他是開著 我就想要逃生 想要跳出來 事發在今年7月26號 這場公安意外 當時他被公司派去 要填補工地旁的道路坑洞 沒想到填到一半 自己開著浴瓣混泥土車 倒車時 路面突然塌陷變天坑 人車率進洞 鬼門關前走一遭 命是撿回來了 身體要復健 但他怒控 公司對他不聞不問 醫師有建議要治療 但是公司還是希望我 能夠再做一個準確一點 退了公司去容總醫院 我感覺好像我自己在靠藥麻痺 我不知道公司現在安排到哪裡 蘇先生說 醫院發現他的頸椎 三到五截受到壓迫 走路也一拐一拐的 還需要兒子參扶 每天還要吃超過7顆的藥物 認為公司不信任他 廚師也只包6000元紅包押金 送水果禮盒 四個這三個禮拜了 都沒有消息給我 在腳麻 手會麻 站立不安 我自己也會擔心 蘇先生表示 甩坑後幾乎每天都在跑醫院 詢問公司保險進度 也只是要他等 從來沒有這樣 因為他說約定到8月7號 才要做那個全身斷層 容總醫師判到說 要做復健 持續追蹤 怎麼能說對他說什麼 所謂的不聞不問呢 公司反駁都有持續關心 強調勞保要等完成療程 才能幫忙申請職災 在從事灌槍注意的時候 是受到這個營造廠指揮監督 所以我們會追究營造廠 違反職業中衛生法的責任 蘇公局強調 會要求該公司依據勞基法 負起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東一新聞馬位順高之鴻 吳俊祥林軒台中報導